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插入函数一样用那个VIL函数 所以-4与参照里面呢 找到那个VIL函数 那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业绩 但是特别注意喔 配股数量表里面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你记得把它除以1万 因为如果你不是除以1万的话 那两边没有match 所以第二个 Table Array去哪边找 到那个配股数量表 所以按F3 这个时候的话呢 请你按F3之后 它会跳出说你要到哪边找 那我希望呢是到配股数量表里面找 所以你就找到配股数量表 OK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跳出配股数量表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你当然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游标再点击一下 配股数量表 点其他的 有没有 再点配股数量表 那在VIL函数里面 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再点击它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跳出 这个配股数量表 让你看一下 那 第三个问题是 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给带回来 那因为这边的话 我有 比我刚讲过了 查询一定是查第一栏 1万元为单位 那 需要把第几栏给带回来呢 1 2 3 因为我要把配股数 的这个栏位里面 是要带回来 所以 这边我输入3 第三栏的资料 OK 那 比对方式的话呢 要什么样呢 是完全比对呢 还是要找接近的 因为这边的话 不可能一模一样 所以找接近的话 那这边输入1就可以了 按确定 3万5千 按确定 自动帮我把什么 这个分配到股数呢 全部都带回来 再来第2个问题是现金股利 那现金股利呢 这个题目 在另外一边 就是 这个现金股利的话 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你可能要去 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到股数 的总和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 分配盈余 光看到这一串 很多人就 如果以往 你不用名称来做的话 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你要知道哪些放哪里 哪些放哪里 但是如果你把它定义成名称 因为这些 4个名称 其实刚刚都定义过了 那未来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 名称呢 用那个F3 来代替就可以 那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第一个呢你可以 原有股数 加分配到的股数 所以你可以先等于 钱瓜胡 原有股数按F3 找到那个原有股数 所以原有股数 加上 分配到的股数 F3 你可以再看到 分配股数 钱瓜胡 总和除以 总发行股数 F3 所以你可以看到 总发行股数 这边有 总发行股数 就刚刚定义的这个位置 再乘以什么呢 分配盈余 所以你可以 再按一下 乘以 F3 分配盈余 OK 基本上呢 就是把刚刚那串公式啦 直接就用F3 把它带出来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呢 它的可阅读性 其实还蛮高的 未来呢 你 即便不知道 他这里面放哪里 也可以把资料给带过来 应该比较没问题 按打勾 结果就做出来 现金股力有这么多 600多万 OK 然后再来的话 税率 税率意思是说 你要缴多少税 根据什么而来的 那当然如果你对题目不了解的话 看一下这个税率的 说明 他说税率 怎么查 就是你原来有的股数 与 就是加 分配到股数的总和 怎么样 去查税率表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就是你原来有的 跟你 这分配到的 那去查 也还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 一样切到刚刚这一题 那税率的话呢 这边有个税率表 也就是说呢 他的 分配到50万 到100万 不同的 级别 会有不同的税 那我们的做法是 一 我是建议因为 还是 原有股数加分配股数 刚刚好像有做过 所以我的习惯是直接 什么 把这个 有的拿来 什么 直接copy好了 复制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 等一下就 不用自己打 那税率呢 因为税率表 他是 就是 栏文名称在左边 所以呢 我一样用 HLUKA 一定要 不能用V多函数 所以在 简式与参照里面呢 用 HLUKA 所以找到HLUKA函数 那我要查什么东西呢 查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所以 把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那特别是一样 把它加完之后呢 记得要出10000 因为他还是10000有位单位 那查 就是 原有股数加分配股 把它刮虎出10000 去哪边查呢 去F3 去税率表里面帮我查一下 他应该缴多少税 税率表 然后税率表里面的话 如果我不清楚税率表 我可以点下面 再往上点一下 他会再跳回到税率表 第1列 这个是我要查的 所以 128 128应该是在这个区块 然后呢 Rawindex 意思是说呢 你要把第几列的资料带回来 那因为这个税率表里面 第1列 这是我比对的 所以他会什么 把128.5 在这个范围比一下 哪个最接近呢 那就100 100的话呢 把第几列抓回来 这个是第1列 这第2列 这第3列 我要什么 税率 所以呢 请你输入这个地方的话 请你输入多少 3 对 然后呢 Range Lookout 输入多少 输入 不能输入0 因为 一定要找接近 输入1 OK 好 0.5 这个12 12% OK 那向下填满 其他的税率呢 全部又带回来 所以找接近的 那扣税后的现金股利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是 现金股利 乘上 1-税率 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做 其实也是可以 可以用 等于 F3 你只要知道什么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是什么 就是 现金股利 乘上1-税率 所以 现金股利乘上 1-税率 所以这边的话呢 等于 一样 F3 他会带出清单 现金股利 乘上 刮壶 先把他钱刮 1-税率 他的税率 F3 那把这个F3 税率的部分 再过来 然后 后刮壶 按打勾之后的话 一样我们把这个扣税后的现金股利全部做完了 那最后的话呢 说算排名 排名跟刚刚一样 用RANK函数 不过因为我这个版本是2010的 如果你们刚刚的统计好像是 2007的话 那在统计 一样在统计里面 找一下RANK 我这边是RANK EQ OK 然后呢 找什么呢 找他现在的现金股利 第2个REF是找 他在这个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里面 因为我有定义好名称 所以你按F3 你可以用什么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来代替底下的范围 OK 然后按确定 那因为呢 他是一个名称 所以跟刚刚不太一样是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名称就固定了 那在名称里面呢 比较不需要 去考虑到什么 加那个钱的符号的问题 OK 如果是名称的话 就不用锁了 OK 直接按确定 再来就向下填满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 哪一些是第 就排名部分 全部都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以前的话 扣税后现金股利 可以拿到3000多万 那等于是 领了一笔就几乎可以退休了 不过这个是 20 30年前的资料 以前在竹科的时候是真的可以 领 领这么多 光那个股票 而且以前我记得好像不扣税 所以其实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先定义名称 所以第一个你大家如果把那个名称给定义好 那总共我们有12个名称 定义好之后的话 未来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名称来代替 代替 按F3 因为这一题其实 逻辑上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不过 主要是配合那个F3 去做我们后续的处理 那在讲义里面呢 也有那个最后完成的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大概我刚做的 总共会有12345 5个部分 请各位试着把刚刚的部分 分别完成 试一下 这里的话是利用